最近如果你经过北美馆 你会看到一个很巨大的建筑物 看起来很像工地 可是却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 北美馆今年开始推动广场地景艺术 希望艺术家能够赋予广场新的意义 有三位艺术家 他们就用2000多根竹子 打造了一间虚拟美术馆 高20公尺的作品 跟北美馆一楼大厅一样大 走在上面就像是参观 北美馆的构造图一样 非常有趣 台北市立美术馆门前 突然多起一座巨大的装置艺术 整个作品就像是工地樱架一样 全部都用竹子搭成 20公尺高的装置艺术 跟北美馆的一楼大厅一样大 这是三位艺术家联手打造的作品 透过虚拟空间呼应实体的美术馆 竹子这个樱架 对建筑的过程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临时性的配角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构架中的主角 那把这个角色颠导过来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去反省这件事情 它的一个临时性或者是一个 永久性之间的一个对比性 北美馆今年首度开放馆前的广场 希望能够借由艺术家的创作 颠覆以往光秃秃的形象 这次的装置艺术总共使用2000多根竹子搭建而成 主要的枝干由孟宗竹撑起 上方再用贵族固定 设计团队说可以同时容纳近100位观众参观这栋虚拟的美术馆 把北美馆的大厅在广场上用竹子 用做一个1比1的复制 其实是我们这个案子最大的一个重心的概念 我们希望参观的人 他其实不管你是在大厅里面游走 或者是在这个构架上面游走的时候 那彼此之间能够有一个新的关系 那我现在就带你们 从其中一个入口空间来往上走 这栋虚拟美术馆有两个入口 最高可以爬到三楼 用不同的视角欣赏北美馆 以及四周的艺术品 因为这样的架构有拉起来 所以你其实可以从原本在北美馆前面的广场 有一个离在前老师的作品 那你通常是会在一个远观的角度看它 然后很快地匆匆地往美术馆里面去前进 可是呢透过我们那个作品的制度之后 其实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来重新看待这件作品 甚至你可以用一个非常近的距离跟它靠近 其中还有一根红色的钢管 穿梭在竹林之中 弯曲的行进路线变成民众的扶手 市集团队说 竹子会随着时间逐渐变黄 但钢管却不会有任何改变 希望能够利用无生命的钢管 跟有生命的竹子相互对应 此期观看整件作品 你会发现它是呈现一个倒梯形 越上面越往外扩张 在我行走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呢 它会进入到第二个Leg是 慢慢往一个环境的部分去做靠近 然后开始来谈一个跟环境的关系 这样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不同的体验线 去感受到 在北美馆前的广场 有很多的不同的 跟环境 跟美术馆本身 跟人 甚至跟自己的一些关系 艺术家说 当人走在上面 这栋虚拟的美术馆也多了一面人墙 之后每隔礼拜六 更要在这里举办音乐 以及舞蹈的演出 赋予这块广场无穷的生命力 产生 Island 相级请不 rapid的